大概91万美金也就是6000万台币呢 是汇给了这个所谓的大佬啊 吴里培也讲了就是他提供的这个账户 结果呢现在追追追发现了 怎么这个钱呢是根本来自黄瑞敬的账户 他在开曼群岛上面的这个宝仓的纸上公司所汇出去的 而且呢时间点都这么巧了 先是说有什么爱格蒙的情资了 接着呢阿宾就把这个钱赶快汇出去给了吴里培 然后呢其他的钱就被冻结了 这当中又发现说哎怎么刚好呢 这个陈志忠进进出出这个安克拉制 当中到底有哪一些的内情 而且呢这也证明了说钱调查局长叶胜茂 他向阿宾亚通风报信的这个洗钱风报 真的很有用哦 所以呢检方就怀疑说阿宾亚是不是钱捐出去了 就是要掩饰洗钱 现在还在继续的查证厘清 前总统陈水扁说 新加坡没有冻结的191万美元 会给吴里培做台湾外交 特征组查出这将近200万美元 来自于黄瑞敬在开曼群岛 设的纸上公司宝藏的账户 原来95年底 爱格蒙通报 吴淑珍在泽西岛的账户 疑次涉及洗钱 负责开设的吴景茂新加坡账户 三个多月后 马上把2000万美元 汇到黄瑞敬的瑞士美龄账户 似乎和前调查局长叶胜茂通风报信有关 接着黄瑞敬委托美龄银行 在开曼群岛设立宝藏纸上公司 接收2000万美元 三个月后把其中的1000万 转到陈志中账户 半年后连同其他的款项又会回到宝昌 这时候宝昌的账户 大约有2300万美金 由银行要求陈志中夫妻 说明资金来源 一个说是结婚礼金 一个说是父亲海外投资 说辞不同 被怀疑是洗钱 因此开曼群岛发函给我国调查局 要查吴淑珍陈志中夫妻和吴景茂 有没有涉及刑案 两天后陈志中就飞往曼谷 两个礼拜后 宝昌就汇出191万美元 到新加坡吴景茂的账户 一次又是夜市茂泄密 今年1月 瑞士通报冻结 宝昌账户里 剩下的2109万美元 陈志平两个礼拜后 就召见吴礼赔 同一个月的22号 黄瑞靖汇到吴景茂 新加坡账户里的191万美元 就转汇给吴礼赔 巧的是陈志中也飞往美国 由于国际洗钱房制中心 三度通报或是含查 贬价资金之后 海外的资金就有动作 而陈志中又刚好出国 因此怀疑和夜市茂泄密有关 疑似陈水扁知情并指挥 而陈志中负责执行 似乎不像他们公称的 吴淑珍一人主导洗钱 检报最快 这礼拜又约谈陈志中夫妻 未来如果证明 这笔钱来源不法 前总统陈水扁夫妻案陈志中 可能都会被认定是共犯 中文新闻林世宏 吴嘉惠 SNG